那在这里我又快速的提一下 因为我们是从 这个书名的来源开始讲起的 前面跟大家讲的 在这个小说里面 出现在两个地方 两层不同的作用 我现在讲第三层作用 这第三层作用 其实很多人忽略了 但你之所以忽略 并不是因为它长得很好 正就是因为它完全不长 它在一个太明显的地方 因为它太明显 所以你通常你就没注意到 它在哪里呢 它在全书开头 最开头的第一段文字 全书开头的第一段文字 如果你看目录的话 那是冷酷易经 标题叫做电梯无声肥胖 不是 在出现电梯无声肥胖之前 有一个车上之说非常有意思 它放在这里的一段歌词 这段歌词就来自于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那如果这个当然看你的年纪 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代 我们还来得及这首歌流行的时代 那现在对比较年轻的人 那就是你们心目中的经典老歌 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它有它很流行的那一段 那个时候 都有它很熟烂的那一面 因为它歌词太简单了 那这首歌的歌名 就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orld 就是谁该读 那更有意思的是 你看春上春树 这次谁该读 但是这一次呢 在影文当中开头 因为故事还没开始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很容易忽略 你会很快就先开始看小说 你忘记了 或你没注意到 前面它先引用了 这四行 在中文本当中把它翻译出来 但是呢 在日文本 其实它用的就是英文的歌词 英文的歌词呢 是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w 不过是另外一段的歌词 Why does the bird go on singing Don't lay 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它引用了这四行歌词 我为什么一直提 它引用了四行歌词 因为拜托 再去听一下这首歌 然后你听下去 你听下去 你应该会有一个 深切的体会 那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是 会心微笑 微笑是什么 我不要告诉你答案 我告诉你说 去听这首歌 然后听下去 听到 Don't lay 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那这下一句歌词 它就在那里 但是为什么 称上尊重不引用 那下一句歌词 至少 我自己的解读 它就 解释了 非常重要 关键的 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藉由 被它隐藏起来的 这句歌词 但是麻烦你 自己把它 填补上 它就在告诉我们 这个叙事 则我 它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硬汉 它变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硬汉 它如此的孤独 孤独到 因为它跟这个世界 没有明确的联系 所以它才会被 这个胖女孩的 爷爷 他的祖父 选了 变成 去发明 或者是说 去运用 作为 进入到另外一个 下一个阶段的钥匙 这个特性 是这样来的 那 它的 另外一方面呢 它之所以 变得跟这个世界 形成了这种 特别的 那样一种 可以说 极度梳理的关系 因为在 它的意识 反应 就是在 它的意识 的核心当中 它有一个 最深刻 最深刻的 恐惧 可是这个 最深刻的恐惧 却偏 形成了 它的生命 它的 就是地下一楼的 它的生活的 最基本的性质 所以这是 可以用这个 隐藏起来 这一句歌词 告诉我们 这个人 这个最关键 最根本的 这件事 另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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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